诺贝尔奖战将星期五颁发给和平奖 给大陆意义人士刘晓波 在大陆权力反制之下 可能会出现无人领奖的场面 而大陆相对的出现了这么一个孔子和平奖 抢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一天登场 在这几位候选人当中由连战获得 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期大陆出现了孔子和平奖 入围的包括了比尔盖茨班禅喇嘛 国民党民主席连战与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等六位名人 评选结果由连战获奖 拿下史上第一座孔子和平奖 要不要出席领奖连战办公室说没有接到通知 这个新成立的和平奖宣称要对抗诺贝尔和平奖的偏颇 而颁奖日期应是比对手早了一天 评委会设有七名评审委员都是大学教授 12月才成立的单位连办公室都没见着 只强调是民间组织 但和文化部门有密切交流 不会用很长时间 他们就会把他们自己 2010年诺奖的 这个怎么样产生的这个方方面面 要进行自己的反省 大陆一人是刘晓波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 引起中国政府强烈不满 今期五的颁奖典礼确定本人到不了 也无人出席带领 而颁奖典礼前夕出现的孔子和平奖也格外有关注 昨天新闻综合报道